国产疫苗应该在五月底 就差不多是今天 差不多就要减盲了 那如果顺利的话 其中一支大概可以快的话 让大家在七月打到 一支的话大概在八月可以打到 因为这个大概各五百万剂 对于我们国内 大家都想要疫苗的一个情况来讲 绝对有大帮助 可是呢我讲国产疫苗之前 我必须要先讲 刚才我们大家对于 在国际上面疫苗 还有刚才对于现在大家 每一个人都非常要渴望疫苗 每一个人都说要疫苗 疫苗疫苗 可是大家知道吗 我举一个昨天发生的一个消息 日本有一个医院 他因为他有一批辉瑞的疫苗 拿出来以后他打完了 然后忘记放到冰箱里面去 结果这批疫苗全部报废 那这么珍贵的疫苗 他就是因为他敏感度非常高 而且他因为他保存的条件非常严苛 所以一旦放在室温下 超过了时间 他只有放三个钟头 全部报废 那我想要请问的是 我们对于国外要进口的任何一种 好疫苗进口在国内的时候 它的运送过程会不会出问题 因为这是要打到身体里面的 这个如果一旦出了问题的话 谁要负责 然后给各位看 这个是你现在可以在网路上面可以找到的讯息 在波兰跟在墨西哥 你全部都发现有假的疫苗 然后在这个暗网上面 暗网上面其实就是所谓的黑市 那在暗网上面呢 WHO也告诉你说你们现在要乱买一些疫苗 如果没有原厂授权 原厂证明的话 这个可能是很危险的 因为这个可能是假的 这个黑心伤人真的很坏 对啊 然后再给各位看 这个是来自于白宫 白宫呢 在1月24号的时候 它的一则讯息 就告诉你 白宫告诉你说 美国所有的疫苗 美国有辉瑞 有Johnson Johnson 有莫德纳 如果没有美国国家的允许的话 它是不会卖给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地方政府 不是政府 是地方政府 所以地方政府 他们不会卖 对 然后这个呢 是另外一个讯息 这个是辉瑞 莫德纳 他也是 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 不愿意提供给 印度的地方政府 对 这些都是 以上这些都是讯息 要提供给大家 很多人说 我们政府在挡疫苗 挡国外的疫苗 这事实上 真正挡台湾拿到疫苗的 只有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中国 那台湾现在努力 要去买疫苗 还牵涉到很多 国际上面的法规 然后要讲到主题 现在在欧盟 正在讨论 因为现在疫苗 还是卖方市场 也就是说 欧盟准备要去告 AZ 为什么要去告AZ 是因为英国 为了要帮他自己人 打疫苗 他不愿意让AZ 出口到其他的国家 所以台湾能够买到 算是很了不起 所以因为现在 疫苗是卖方市场 那这个要买到 这种国际上面的 疫苗很难 所以他们就做了 一个方式 WHO最近 五月份的时候 开了一个会 叫做保护力抗体指数 就是打进去以后 然后你就会生成一个抗体 然后用这个抗体 比如说我打了AZ 我假设我的抗体是1 然后我另外一个人 比如说柚子医师 打了国产疫苗 他打进去以后 抗体是1.5 好 那这支疫苗 就比我AZ的疫苗 表现力更好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比较 因为紧急授权的用意 如果可以做三级 干嘛要紧急授权 就表示这个病正在侵蚀全世界的人命 所以这才要紧急 然后现在国民党不断在抹黑 然后甚至讲说 跟股价有相关 好 所以像林静怡医师 他就讲说 他想到10年前的宇昌案 因为这简直就是一个谣言 好 妹妹怎么讲 10年前的宇昌案 是国人记忆非常深刻 那结果到处是怎么样 发现那个就是为了一个选战 一个非常不择的手段 现代国产疫苗 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刚刚小芳讲 WHO在5月26号的时候 有开会议 各位你知道吗 他邀请了5家疫苗 现在已经上市了 11家 未来非常有潜力的疫苗 其中高端的代表 连加恩代表报告 他也在这其中 为什么会这样 就像我们说的 第三期疫苗 因为第一时间拉太长 第二它有道德上面的风险 因为在做第三期 大规模人体试验的时候 有一半的对照组 是打安慰剂 可是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你不能打其他的疫苗 请问这有没有道德风险 所以才会说 用我打进去 抗体的保护力的效果来替代 而他们一直现在 专家会议一直在开 希望定出一个标准值出来 那台湾去做的 为什么我们第二期 扩大来做 4000个人来做 也就是站在这样的基础上 所以希望不要说 在这一方面 畅衰疫苗 抹黑国产疫苗 那我会怀疑 后面的用心到底是什么 当你要取得国外疫苗 你被打压了 当你国内制止疫苗 结果还没有解盲 你就把它说得 非常的难听 一无是处 所以最后只剩一条路 是什么路吗 让各地方政府 大家这样说 不要为疫苗来源 我就自己去进口疫苗吗 或再继续在鼓吹 要只有中国的复壁态吗 是这个军心吗 在这个时间点 台湾内部不能乱 因为我们要知道 有境外的势力 其实它是协同 我们内部的一些力量 在那边搞政治 这是台湾人必须要知道的 那大家都很想要有疫苗 但是我 这是终极之道 但是我还是要回归正点 你就算是疫苗进来了 你到底打到身上 发生效力 也是几个礼拜以后的事情 那都一两个月以后的事情 当务之急 拜托 我们做好我们防疫守则 拜托县市长 你们先做好 好不好 我们的管理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面 都没有办法做好的话 你觉得等到你打疫苗 来得及吗 那是终极的解方 所以在这边 我们鼓励国产疫苗 但是我们一切 等到解盲的结果再来说 那么至于就说 要说什么 又是炒股价等等的 坦白讲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问题 那好啊 如果说真的有 检察官就是介入调查 我们指挥中心的 这个陈时中部长也讲说 有保密协定 说他没有办法公布 比如说价格等等的 可是检察官都要询问 可以啊 这个可以招公信啊 都是可以的事情 但是请你不要 在还没有证据之前 你就讲的好像说 为了炒股价 为了要护航国产疫苗 国产疫苗都没有按照程序 有黑手来做 我再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现在所有的疫苗 没有一家疫苗 是完全做完 三期人体试验完成的 一家都没有